前几天一个Civic俱乐部网站上揭露了11代车型的专利图 从图片的各种角度与测试车对比后其可信度相当高 对比现行车款似乎在线条部分变得更为简洁 运动感的诠释上似乎没有现行车款来得强烈 同时车身长度似乎增长了些 车高也有所调降 引擎盖的曲线看来更为平整 同时提升了A柱高度 四轮车型的车侧窗户尺寸明显放大 不过却缩小了后三角窗的面积 五门先被车型的车尾线条变得更低 并多了后三角窗的配置 尾灯造型也需于保守走向 形似大改款后飞的轮廓 看来似乎不再往个性取向靠拢 下一代Civic的生产将全数转至北美工厂 意味着英国生产的先被车型将于明年终止 双门COOF车型也因销售占比过低将停止生产 意味着大改款车型将仅剩四门及五门车型可选 动力预估2.0升涡轮增压引擎仍是主力 不过对令人兴奋的是 Type R车型将获得Hotbrain系统加持 加持在两具电动马达的辅助下 其纵效马力将上看似白体 不过最重要的是国内是否有机会 导入才是车迷所关心的 就只能尽待台湾本田的消息公布咯